咱们有很多老铁在家炸这个蘑菇 败就败在这个淀粉库上 不是不酥脆就是容易挥远 今天我来教你一个简单的做法 保证你一学就会 洗净的鲜膜用手给它撕成小块 然后撒上少许的精盐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20分钟以上 把这个蘑菇腌煮水分了 留着备用 用力的把这个鲜膜给它装干水分 这样子这个蘑菇吧 一定要给它装干水分了 要不然一会儿糊涂它细了 炸的时候它划不上粉 每天都用心的饺子菜 饺子花给方点一个吧 小胖感谢大家 烘碗里打上一枚正经的奔鸡蛋 然后加入一包这个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都是给老铁们调制好的比例 不管炸什么都是又酥又脆 加上少许的花椒面 半勺的清水 半勺的食用油 把这个淀粉糊给它和匀 和到像我这个样 随后把这个蘑菇倒在淀粉糊里 给它抓匀 六成热的油温一个一个下锅炸 全部下锅以后开中火慢炸 大约需要六分钟 一直把这个蘑菇炸得金黄素脆了 就好了 这样做的炸蘑菇 又酥又脆 还不容易灰软 喜欢的赶紧做下来吧